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周三下午在费城东北部的一个公交车站发生了枪击案 8名青少年在登上一辆公交车时被枪击了30多次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枪手仍然在逃 受害者都是15到17岁的高中生 下午3点左右 他们在一家Dunton的店附近 登上了离案公交车时遭到了枪击 费城警察局局长凯文·贝塞尔说 三名嫌疑人从一辆停着的汽车里向他们开枪 三人仍然在逃 警方说 这名情况危急的16岁男孩中了9枪 其余的受害者 6名男孩和一名女孩 他们的情况都比较稳定 贝塞尔提到了周一 在宾州东南部的一个巴士站 发生的另外一起枪击事件 当时 一名17岁的男孩被打死 另外有4人受伤 在过去的一周里 发生了4起射击公交车的枪击事件 其中有3人死亡 宾州东南部交通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在周三的枪击事件中 两辆公交车遭到了枪击 但是没有乘客或者员工受伤 贝塞尔表示 将在整个费城部署更多的资源 以应对枪击事件 警方正在试图确定周三和周一的事件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菲利普斯 周三宣布 他将终止参选2024年民主党总统提名 并背书拜登 结束了他的竞选进程 菲利普斯周三在接受广播电台WCCO的采访时说 我将终止竞选活动 现在我将支持总统拜登 因为选择非常明确 另一个选择川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我只是希望邀请并鼓励海力的支持者 川普的支持者 以及尚未决定人选的选民们团结起来 一起支持政治和诚信 这意味着支持拜登 我现在就开始这么做 并将一切可能确保拜登在今年11月连任 并将尽一切可能确保拜登在今年11月连任 因为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55岁的菲利普斯去年10月首次发起了参选活动挑战拜登 菲利普斯说 他不得不先与拜登竞争党内的提名 因为他认为拜登将在最终大选中输给前总统川普 在竞选初期 菲利普斯确实吸引了一些支持 菲利普斯表示 他不会贬低或者破坏拜登 尽管他批评拜登对南部边境移民涌入的问题上处理方式 然而 根据菲利普斯的竞选网站的消息 菲利普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与拜登的立场高度的一致 菲利普斯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住院任职 并且是两党合作解决问题核心小组的成员 在超级星期二过后 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 本周末都将在乔治亚州举行竞选活动 该州在2020年大选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拜登周六将在亚特兰大地区举行竞选活动 他将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之后 前往战场州开启一系列的竞选活动 拜登的连任竞选团队认为 在超级星期二和他向国会发表讲话之后的三月 是全面转向对抗川普的关键时刻 同样在周六 川普将在乔治亚州的罗马 举行一场呼吁选民投票的集会 罗马位于亚特兰大的西北部 靠近阿拉巴马州的边境 2020年 拜登在乔治亚州以49.5%的得票率显胜 川普的得票率为49.2% 川普随后敦促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 并找到填补他和拜登之间差距所需的1.1万多张选票 这通电话的内容在2021年1月被公开 川普当时还呼吁乔治亚州的州长坎普 召开特别立法会议 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 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散布谎言 称两名选举人员参与了大规模的选民欺诈 此举导致陪审团在2月份下令 他向这些工作人员支付1.48亿元罚款 罪名是诽谤 上周四 拜登和川普还都访问了德州的城镇 在南部边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隔空较量 巴以新一轮冲突正在让巴勒斯坦上演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 埃及官员5日说 在开罗举行的新一轮停火谈判未能取得突破 与此同时 有很多阿拉伯国家向加沙地带空投物资 本轮谈判自本月3号开始 哈马斯、美国、卡塔尔和埃及派代表参加 两名埃及官员5日告诉美联社 谈判当天结束 哈马斯就停火草案提出了建议 沃玄方将在今后几天与乙方讨论哈马斯的建议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哈马斯此前没能向乙方提供依然活着的被扣押人员的名单 乙方因此没有派代表参加本轮谈判 在关键问题上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最新公开表态似乎没有让步的迹象 哈姆丹5日重申了哈马斯的诉求 实现永久停火 乙军完全撤离加沙地带 所有被迫撤离的加沙地带居民可以回到家中 乙方则坚称 在哈马斯遭到清除之前不会结束军事行动 加沙地带暂时停火 只是为了让被扣押的人员离开 救援物资进入 由于战争没有结束 巴勒斯坦地带上演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害 6日 埃及和阿联酋空军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投了物资 5日约旦武装部队宣布已向加沙地带北部空投了一批援助物资 由于物资极度匮乏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 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极其严重